整个午茶时,圣克莱尔都魂不守舍,心事重重。 午茶过后,他、Mary和奥弗利亚小姐走进客厅,谁都不说话。 Mary躺在一张挂着文杖的睡椅上,不大功夫就睡着了。 奥弗利亚小姐忙着织毛线,圣克莱尔则在钢琴上弹奏起来。 那是一段伴着低调的柔和而忧郁的乐章。 他仿佛沉入冥思之中,正通过音乐向自己倾诉。 过了一会儿,他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本已经泛黄了的乐谱,并翻阅起来。 你看,他对奥弗利亚小姐说,这是我母亲亲手抄写的一本乐谱。 你过来看看,这是他从莫扎特的安魂曲中摘录并编辑的。 奥弗利亚走了过来,这是他过去常唱的一支曲子。 我现在仿佛都能听见他唱。 圣克莱尔说道,他弹了几段优美的和弦,便唱起那支庄重古老的拉丁乐曲《最后审判日》。 汤姆一直在走廊上听着,这会儿,优美的琴声把他引到了门边。 他热切地听着,他不懂那些拉丁歌词,但他被优美的旋律和圣克莱尔歌唱时的表情深深打动了。 如果汤姆听得懂那美妙的歌词的话,他内心一定会引起更强烈的共鸣。 哦,耶稣,为什么你受到世人的凌辱和背叛,却不忍将我抛弃? 即使是在那黑暗的日子里,为了找寻我,你疲乏的双腿奔波匆忙,十字架上,你的灵魂经历了死亡,但愿所有这一切的辛劳不会赴之流水。 圣克莱尔怀着深深的伤感,唱完了这首歌,岁月的帷幕好像被拉开了,他好像听见母亲的歌声在引导着他。 歌声和琴声优美生动,逼真的表现了莫扎特的这首安魂曲。 圣克莱尔唱完之后,头枕着手坐了一会儿,就在客厅里躲起步来。 最后的审判日是一种崇高的设想啊。 圣克莱尔说道,世上的一切冤屈都可以得到昭雪了,一切道德问题都可以在最神圣的智慧下得到解决,这种设想实在是美妙。 可他对我们来说却是可怕的。 阿弗利亚小姐说道,我想他对我来说的确是可怕的。 圣克莱尔说道,一面沉思着,停顿了一会儿。 今天下午,我替汤姆念《马太福音》中讲最后审判日的那一章时,真是感慨万千。 人们总认为,只有犯了滔天大罪的人,才会被排除在天堂之外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,他们之所以受到惩罚,是因为他们没有积累善行,那其实是包括了各种罪恶的。 可能是这样的,一个不行善的人不可能不犯罪。 阿弗利亚小姐说道,那么,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? 圣克莱尔,万不经心,却满怀深情地说,他自己的良知,接受的教育,及社会的需要,都告诉他,说他应该做一番崇高伟大的事业。 可,他却没那么做,人类在反抗,在受难,在受屈辱的时候,他本应该采取行动的,可他却默不关心,稀里糊涂地不闻不问。 对这种人,你怎么看? 我认为,他应该悔过,从现在开始。 哦,你总是这么直率,这么一针见血。 圣克莱尔,笑着说道,你从不给人留一点全面考虑的余地。 姐姐,你总是要我直面现实。 你老是着眼当前,你的心里总装着这些。 我最关心的是现在。 阿弗莉亚小姐说道,亲爱的伊瓦,我可怜的孩子,她曾试图用她幼稚童贞的心感化我。 这是自伊瓦去世后,她头一次提起她,她说到她时显然抑制着强烈的感情。 我是这样看待基督教的。 一个一贯坚信基督教的人,必须竭尽全力地反抗现存的残酷而不公正的制度。 必要的时候,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。 我的意思是,要是我信仰基督的话,我就非这么敢不可。 尽管我接触过许多明智而开通的基督徒,他们却并没有这么做。 坦白地说,基督徒对这个问题的无动于衷,和他们对那些卑劣行为的麻木不仁,实在是引起了我对基督教的巨大怀疑。 既然你对这些如此清楚,那你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? 哎,因为我的善心仅限于躺在沙发上,诅咒教会和牧师们没有献身精神和听去忏悔的耐心。 你该知道,任何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别人该如何殉道,旁观者清嘛。 那么,你现在是否打算改变一下你过去的做法呢? 阿弗利亚小姐说道,将来的事只有上帝知道,我现在比从前勇敢多了,因为我已经一无所有,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是不怕任何风险的。 那,你想怎么办呢?我要尽快弄清楚自己对那些穷苦低威的愚人所应付的责任,我要从我自己的仆人身上着手。 到目前为止,我还什么都没为他们做的,将来可能会有一天,我会为整个黑人阶级做点什么。 我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现在这种扭曲错位的可耻状态中解救出来。 你认为一个国家会自动解放奴隶吗? 不好说,这个时代容易诞生伟大行动,世界各地正日益兴起英雄主义的大公无私的精神。 匈牙利贵族损失了巨额的金钱,换取了几百万农奴的解放,也许我们国家也会出现这些公而忘私的人物。 他们不再以美元和美分作为衡量荣誉和公理的标准了。 我不太相信,奥夫利亚小姐说道,不过如果我明天就解放奴隶的话,那要由谁来教育这数以百万计的黑奴,教导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利呢? 在我们这个国度,人们是不会主动采取行动的。 说实话,我们实在是太慵懒,太爱幻想了。 即使是做人必备的勤俭刻苦的品质,也没有交给他们。 他们必须去北方。 在那儿,劳动是一种风尚,一种普遍的习惯。 这样一来,请你告诉我,你们北方是不是有充分的基督教的博爱精神,来容忍他们提高自己的漫长过程。 你们花成千上万美元资助国外的教会,可如果这些异教徒被送到你们的城镇或乡村,他们需要花费你们的时间、智慧和财富,你们愿意教育他们吗? 在你们的城市里,有多少人会愿意收留一个黑人,教育他并与他平等相处,而且把他们教导成一个基督徒呢? 如果他想做一个店员,有多少商店会接受他? 如果他想去学一门手艺的话,有多少技师愿意收他为徒呢? 你看,姐姐,你们要对我们公正些,我们的处境很糟糕,人们只看到我们压迫黑人,却看不到北方各州的种族歧视态度比起我们的压迫来毫不逊色呀。 是的,弟弟,我承认是这样的,我承认我过去就既有这种想法,又有这样做了,但后来我知道我错了,我应该克服这种心理,现在我相信我已经克服了。 而且我知道,北方有很多善良的人,只要有人告诉他们,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是有责任的,他们就会承担起这种责任的。 虽然在家里,感化异教徒很需要一种自我现身精神,但我想我们还是乐意这样去做的。 你会的,我相信,只要你认为你对某件事负有义务,我还没见过你做不到的事情呢。 哦,我并不是什么超凡的好人,很多北方人都会这样的。 是的,但这些人毕竟还只是少数啊。 阿弗利亚小姐没有回答,大家沉默了一会儿,圣克莱尔的表情突然悲伤迷惘起来。 我不明白今晚我为什么总是想起母亲,我觉得她好像就在我身边,我老是想起她过去常说的事。 真奇怪,过去的事竟会这么生动逼真的重现在我们眼前。 圣克莱尔在客厅里躲了一会儿,然后说道,我想到街上走走,听听有些什么新闻。 她拿起帽子,走了出去。 汤姆跟她到院外的走廊上,问圣克莱尔要不要她跟着去。 不用了,汤姆,我一个小时就回来。 汤姆在走廊上坐下来。 这个夜晚,有着如水的月光,她坐在那儿,注意着喷泉上溅起的水花,聆听着叮咚的水声。 汤姆想起了自己的家,想到自己很快就自由了,什么时候想家,什么时候就可以回去。 她想着要拼命干活,好把妻子和孩子们都赎出来,想到她那双勤劳有力的手就要属于自己了,并且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一家人的自由时,她不由得欣慰不已。 接着,她又想起了她那年轻又高贵的主人,便开始为她祷告起来。 每当想起主人,汤姆都要为她祈祷一番,这已经成为汤姆的习惯了。 她又想到了美丽单纯的伊瓦,她想,她已经成为一个美丽的天使了。 她想着想着,仿佛看到伊瓦正透过喷泉向她微笑。 她这样幻想着,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 梦中,她又见到了伊瓦,好像往常一样,头上戴着一顶茉莉花冠,脸上闪耀着喜悦的光辉。 可当她再仔细看的时候,她好像是从地里钻出来的,两颊苍白眼里的光辉盛洁深邃,头上似乎有一轮金色的光环。 忽然之间,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大门外砸碎的脚步声,惊醒了汤姆。 她赶紧打开门,两个人抬着一扇百叶窗走了进来。 百叶窗上躺着一个人。 汤姆借着马灯发出的光亮,认出了那个人。 她不由地惊呼了一声,震惊和绝望立刻淹没了她。 那几个人将百叶窗担架一直抬到客厅门口。 奥弗利亚小姐正坐在那儿织毛线。 圣克莱尔刚才走进了一家咖啡馆,想看看晚报。 她正在看报纸的时候,两个醉汉争扯了起来。 圣克莱尔和另外一两个人想把他们拉开。 一个醉汉手中拿着一把猎刀,圣克莱尔想把他夺过来, 却没想到腰间中了致命的一刀。 屋内顿时充满了痛哭哀嚎之声, 仆人们用力地敲着自己的头, 要么就跪在地板上痛哭失声,悲痛不已。 只有汤姆和奥弗利亚小姐还比较理智镇静一些。 玛瑞又在发作歇斯底里症了。 奥弗利亚小姐叫人在门厅里安置了一张躺椅。 圣克莱尔被安置在上面,身体仍血流不止。 圣克莱尔因为疼痛及失血过多,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 阿弗利亚小姐对她实施了急救措施, 她才终于苏醒过来。 她的眼睛正正地看着他们, 接着又环视了一圈, 最后停在她母亲的画像上。 医生来了, 她给圣克莱尔做了检查。 医生的表情很明白地告诉人们, 圣克莱尔没救了。 但她还是着手为圣克莱尔包扎伤口。 当医生阿弗利亚小姐和汤姆从容不迫地为圣克莱尔包扎的时候, 仆人们都惊恐万壮地缩在门角走廊的窗户下, 悲痛地哭声此起彼伏。 现在我们得把所有的仆人都赶走, 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。 医生说道, 正当阿弗利亚小姐和医生催促仆人们离开的时候, 圣克莱尔睁开双眼, 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苦难深重的人们。 可怜的人。 她说着, 脸上充满痛苦和自责。 阿道尔夫说什么也不肯走, 他的理智被恐惧取代了, 他横躺在地板上不肯离开, 其余人则在阿弗利亚小姐的劝导下一一离开了客厅。 圣克莱尔几乎不能说话了, 他两眼紧闭躺在躺椅上, 可他的内心却被痛苦的思绪煎熬着。 过了一会儿, 他将手搭在一直跪在他身边的汤姆的手上, 说道, 汤姆苦命的人呐。 什么, 老爷, 汤姆急切地问道, 我就快死了, 为我祷告吧。 圣克莱尔紧紧地握着汤姆的手, 我们可以去请一个牧师来。 医生说道, 圣克莱尔急忙摇了摇头, 然后对汤姆说, 祷告吧。 汤姆全神贯注地为主人祷告着, 圣克莱尔的灵魂仿佛正透过他那双忧郁的蓝眼睛充满愁绪地望着他, 那是一场生泪俱下的祷告。 汤姆做完祷告后, 圣克莱尔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, 热切诚恳地看着他, 却什么也没说, 他闭上眼睛, 手却没有放开, 因为在永恒的天国, 黑人的手和白人的手是平等的。 圣克莱尔时段时序地, 柔情地低吟着, 耶稣啊, 我们要牢记, 阴暗的日子, 你没有将我抛弃, 为了寻觅我, 你不顾疲劳, 匆匆奔忙。 很显然, 圣克莱尔想起了那天晚上他唱的那首歌的歌词, 对仁慈的上帝祈求的话语, 他的嘴断断续续地吐出那些歌词, 他神志清醒了, 医生说道, 不, 我终于回家了, 回家了, 终于回家了。 这番话耗尽了他的力气, 他的脸上呈现出死亡的灰白色, 可随后, 他的表情变得美妙安宁了, 他就这样躺了一会儿, 大家知道, 死神就要降临, 在灵魂与肉体分离之前, 圣克莱尔睁开双眼, 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, 接着喊了一声, 母亲就与世长辞了。